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涨48点 涨起219点 今天虽然涨 可是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的激情 涨起219点 外资终于忍不住了 也竟然买了168亿 来买什么 我就已经讲 我说依照我的经验 一定是大买金控股 果然昨天外资大买金控股 那今天涨48点 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可是成交量比昨天还多 今天1823亿 昨天是1768亿 所以量能还是很充沛 动能还是很充沛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也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强 可是昨天美国股市是续涨的喔 我们来看喔 上礼拜五 上礼拜我们在讲的时候 才破七十几万人而已 哇好快啊 几天时间而已 已经破一百万人了 问题是 大家已经不再谈这个东西了 是不是疫情越严重股市越涨 之前大家还一直担心疫情 零天告诉大家 旧股市稳经济比疫情更重要 所以疫情越严重股市越涨 昨天也是 破一百万人 高期继续去 现在大家在谈股市的时候 已经不谈疫情了 因为谈疫情没有用嘛 疫情一直增加股市一直涨 疫情已经不是 对股市有关键影响的原因了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什么管理 有更多的州要加入五月复工 虽然说还是有几个州 还在抵制 可是有越来越多的州 希望赶快复工 老百姓要有工作嘛 没有工作的话 我看没有病死搞不好先饿死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州 希望赶快加入复工 所以昨天因为这样子 美国股市继续涨 纳斯达克费成报道题 也是跟着一起涨 那你不要单纯只是看指数的涨跌 那不够 我常常说 你要看 到底在涨什么东西 这个你在研判上面 你才会客观 才会准确 我们来看昨天 这是昨天的 昨天礼拜一 美国股市的起什么 我们来看 哪里去哪里 银行股 JP Morgan 4% 美银5% 花旗8% 富国5% 银行股都4% 5% 花旗银行起了8% 另外 通用汽车2.3% 福特汽车6% 特斯拉10% Starbucks 其实这些公司大家都耳熟能详 平常都看得见 都是国际性的大公司 Starbucks 2.8% 3M 4.4% 迪士尼 4.7% UA 运动鞋品牌 UA涨4%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传统产业 尤其像银行股这些 你知道这次美国的封城封州 对电竹银影响是比较少的 懂意思吗 因为以美国来说 目前电子半导体 留在美国本土的 都以研发为主 真正工厂 都是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亚洲这些国家 所以美国封锁 其实工厂还是继续在生产 所以影响是不太大 反而本土型的传统产业 制造业跟银行 这种属于内需本土的 这是封锁之下 商是商最重 所以接下来解封 重点果然就是在传统产业 还有跟银行股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都在起这个 都在起这个 反而在科技股的部分 你看台积电ADR 怎么去拿去 台积电ADR 才涨1.5%而已 苹果昨天平盘 苹果的股指数都平盘 微软平盘 Intel平盘 AMD2.5% 美光涨2.5% 它已经是最多的 所以藏美国的大戏 电子股半导体股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那台湾跟美国的衔接 重点在哪里 就在科技这一块嘛 反而银行 福特汽车 像那些传统产业 迪士尼 比较没有关联性 所以当你看了之后 你看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起300几点 为什么台北股市会起不走 那你就知道原因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看美国股市的时候 不要单纯只是看指数涨跌 你要去看细节的部分 就好像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美国股市涨 在涨什么 我们昨天看过 在涨科技股 平盖股 在涨半途底股 所以礼拜一 台北股市 就会大涨 这都有关联性的 所以在看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细节 你的分析判断上面 才不会偏颇 到没去看不对 你看美国大涨 为什么台北股市不涨还跌 对不对 或者美国股市 明明到穷都没有涨还跌 为什么台北股市能够涨 你看细节你就会知道了 那昨天比较可惜的是 油价又大跌2.3% 今天油价又继续跌17% 这次油真的很弱 非常非常的弱 有史以来 我在油市 我观察油市跟交易油市 30年了 没有看过油这么弱的 破底再破底继续破 这很恐怖 那这个对股市 会有一些影响 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只涨48点 台积电今天跌1块半 所以台北股市的涨跟台积电 没关系 台积电是脱油瓶 联电今天跌更多 昨天发布第一季财报 今天大跌7% 所以这个也是脱油瓶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涨 不是靠电子又吃大股的 那为什么半老底股今天这么弱 你看联电发布第一季财报 年增8成 这个大的缩理 这个好的缩理 那怎么会大跌呢 怎么会大跌7%呢 那其实你看表面 年增8成其实在多少 才0.19而已嘛 才0.19 不说多少了 对不对 最近这两天 很多外资机构 一直在降半导体股的平等 我上星期五给大家看过了 从台积联发科到联电 晶元电信华 一大堆电子股都一直被外资降平等 那外资真的是看得那么坏吗 你也不要这样认为啦 你知道这一波大涨 电子股全部大气 外资卖了5000亿 结果被电子股大涨上来 心里面一定有所不甘心嘛 对不对 不甘心不甘云 所以到处降电子股的平等 是真的看坏电子股呢 还是想要利用降平等这种老手法 把电子股给打下来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没有 这机会不是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外资你不要尽兴 可是对于短线行情 也是有影响到 你看今天涨 电子股台积电 联电 文帽 外资上星期花188块 那真的来 不确定啦 可是对股市造成伤害 已经形成了 这波文帽从289元 哇今天存247块 已经漏了多了 已经漏了15% 跌了15%了 大盘一直涨 我帽子这样一直下来 我有叫你没的喔 我不是没有叫你没的喔 那188真的会来吗 那真的会来 其实我是蛮乐观其成的啦 擀越清越好啊 跌跌跃跃跃 我们上面走到 擀越清我们会面来挖 挖都越开心啊 后面贪越多啊 我帽长线我依旧看好 那我还是能够把他打多深 那我们就静待嘛 等到买点出现 我再来帽你没的就好了啦 所以我说5G你不要急 5G你不要急 你要操作5G的股票 联合宴带着你做 自己不要慌慌张张 急着怕买不到 急着堆下去 那就好了 那今天不是靠电子股撑 在靠什么 今天还是要靠金融股啦 你看今天金融股指数 一直都在红盘以上 金融股指数涨1.1% 大盘财涨0.4%而已 所以金融股再撑腰 反而电子股是脱油平 大盘去四十八点 电子股指数是 到尾盘财稍微翻红一点点而已 所以电子股是脱油平 跟昨天一样嘛 昨天大盘大涨 金融股一直涨 所以我昨天问大家 外资在大买什么 买168亿 在买什么东西 依照我的经验一定是均控 你看昨天买168亿 星光金21000张 开发金9000张 国泰金8800张 星光金8700张 兆风金7200张 中售5000张 富方金4700张 我对外资太熟了 看我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今天还是靠金控在撑盘 那金控我跟大家讲过 你要做金控OK 因为金控底部刚补涨 可是金控只有三支做而已 因为第一季的资产减损 大部分都伤得很重 只有三家公司 中售 富邦金 国泰金 只有这三支 第三季财报 大放益财 不受到资产减损的影响 反而更好 你如果要抵抗这三支而已 你看我中售是最早讲的 在那末期的时候我都讲了 去年获利历史新高3.2 平均到五倍而已 跌到十年底部 获利新高股价在底部 尤其又要采高配股 囤积基欧股就是这种股票 净值三十一块到 趁压下来之后告诉你 好机会喔 快来喔 没什么风险喔 你看上去了 这是金融股 涨幅不输电子股的 中售 起最多 四十四% 那涨高卖一下没关系啦 二十点二先买一半嘛 对不对 中售二十点二先卖一半嘛 那卖一半是不是掉下来了 包含今天收盘都还在十九点九嘛 我没有的价值还没在上面的嘛 那中售下来还是要买啦 上市以来获利最高 上探钱的时候 股价反而是上市以来的 几乎在最低点 尤其净值三十一点九 那现在才十九块而已 尤其还要赔一块银 第一季一块钱 第一季一块钱 比去年成长70%的 比去年成长70%的 尤其中华开发要百分之百收购 中售你要注意 那国泰金也不错啊 四点七也是历史新高 净值五十二块 获利历史新高 股价竟然在十年底部 净值五十二 现在三十几块而已 第一季一点七 一点七比去年第四季 成长了快一倍 比去年第一季成长了70% 这种股价竟然在这么低 获利都写下好数字 股价在低档 这就是囤积基欧股 适合的标的 你看最近底部出来了 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到十四%而已 净值五十二块 这种股票拌不拌不拌不拌得 补涨起来也是很过瘾的 富邦金也是啊 去年五点四 第一名的 净值五十二块半 现在高价到三十几块而已 第一季两块二 两块二 季增三百六十八% 年增八十% 高价今年这么多了 这种股价才涨十八%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有下来 你都不用怕它拌得掉下去 指数涨了两千两百点 你现阶段要操作 你应该是优先考虑什么 进可攻退可守 第一考虑安全 第二考虑攻击嘛 对不对 像军控股之三支股票 去年赚最多钱 第一季也还很好 那股价都涨很少啊 甚至低于净值啊 这种股票第一安全 大盘子真的涨下来的时候 这种股票没得上去 第二如果一补涨起来 外资仪买起来 也是很过瘾耶 所以金融股你要有兴趣的话 这三个基金你特别注意 大盘这一波 在十年线的时候 林海燕斯鼓励你 净买净买 全新的开始 很多人不相信 那已经两千点 两千两百点被你看到了 涨了两千两百点 你反而要怎么样 要有警觉性啦 要有警觉性 起五十八以上的股票 就不要再堆了 我一直这样提醒你 这一波是让你报仇的 你有报仇对吧 你看我在大盘十年线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难得三十年来 九次十年线 都是全新的开始 所以这是给你报仇的 当大家还看坏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这给你报仇的 三十八五十八 会很轻松 都会对 你看平均都涨三十八以上 起五十八的股票 真多 既然起到五十八 你就不能冲动嘛 起到五十八 就来买一个 没关系啦 特斯拉 美国盘榜 涨幅第一名的 相关帽连 起到五十八 买一个嘛 一百有买 买就下来啦 就掉下来啦 对不对 等掉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找低阶就好了 帽连我还是看好嘛 可是下来 下一波 再开始来做就好 不要舍不得 药华也是啊 都在最低点的时候告诉你 最低十五点四 我们买十五点八的 起到五十八 对五三八 药华全数出清 广华全数出清 大总全数出清 对你看药华卖了之后 就掉下来啦 买就下来啦 你买卖也没好啊 你不卖也没用 它也不会涨了嘛 所以起到五十八 你再买就对了 不用客气啦 股票操作有什么好客气的 股票投资是为了要赚钱嘛 都让你赚到五十趴了 那你还舍不得什么呢 钱收回来 我们找后一支再来做就好了嘛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你看汉语博德跌停 谁敢跌停叫你买股票啊 去标记啊 那都五十趴了 该买就该买了嘛 对你买也是没钱了嘛 不过去标记啊 浪费时间 钱收回来做白鸡嘛 这样报头率效果才会出来嘛 你看今天 汉语博德反而跌 宣布配一点八元现金 十年来最佳 可是配股率才三十三趴而已 不然在多高啊 殖利率四点六趴也没高 没有高于五趴以上都不算高 可是他要办现金增资 所以漏不清磨 那他没得买 我会再买 啊别急 等他再蹲低一点 他又会比较低的 广华 也是在最低点告诉你 哎呦 一百四十四拔到存三十 净值七十五 你还不快买 我每天讲 三六买 三八买 三六买 三八买 四二买 四十买 一直买 想买起来啊 每期都五十趴啦 六十了 赚到五十趴以上 就要买一下啊 你不买也是买气啊 对 你不卖他也是不会涨的嘛 所以不用客气买就对啊 五十也是啊 公开跟大家谈的 每期都五十趴以上 对 文帽 你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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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买 超重 六十七趴 你不卖 他还是不会涨的嘛 对不对 散热模组里面 超级比比最好的 双红 在那上级才不是跟你讲的 最低点跟大家推荐的 你看一百一买 一零五买 一二零买 一一六买 双红 我一路一直买 你有带买吗 你不跟着一起买 有就欢喜啊 今天还要创新高 对 今天还要创新高 那我们百五买一半 没关系 倘五十趴没一半 没关系 都赚五十趴了 卖一半无所谓 老家揣公围 果然有效 继续去 今天一七九点五 后来居上 所以说有比较 你就知道高下 操纵七十趴 双红变七十七趴 所有五G的股票 双红变得最强的 可是长到这里来 你也不要堆了 所有五G的股票 一律等 下一波押回的时候 我再来带你去 你又有机会啦 别急 你现在要找的是 获利 创新高 股价还涨很少的 又起很久的 用囤积基欧股的观念 我们来做 一支一支 五十趴五十趴 继续谈 你看口罩股飙翻天了 对不对 等下第二段 我们来谈口罩股 加入林的宴 囤积基欧股 五八八 广众府电话 这段广告继续马上回来 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 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续积财富 投资的市就是滑信的市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做 口罩鼓的超级比比 一比完之后 口罩鼓狂飙 连飙四缸 连飙四天 全部涨停 全部又涨停 不然今天开牌又全部涨停 你看恒大 今天已经被关禁闭了 今天已经被关禁闭了 恒大已经去四杯了 这不是最厉害的 口罩真正的重点在龙喷不支部 我一直告诉你 国内龙喷不支部的龙头大厂 闽城 你看礼拜四的时候73 礼拜五97 昨天163 这样就知道败了 因为新贵没有涨跌幅 所以标起来很恐怖啊 昨天163对不对 今天206 206很快就刷下来 变成114 黑到恐怖 所以金管会工会 要求我们不可以 带新贵是有原因的 因为没有涨跌幅这种波动 太恐怖了 但收盘151还是很高 这次闽城大起十三杯 大起十三杯 恒大涨了四点四倍 这样有差吗 差很多啦 闽城的母公师盛宏 也开始标啊 也开始补涨了 一路标 如果连标三几天半 一路标 连标三几天半 今天很多人终于开始抢了 你们抢得太积极了啦 我说的时候在那二十几三十块 表到四十五块 你们开始在唱 太多人抢 反而筹码会乱掉 底算要税啦 短线会死啦 等于税完之后再买 不要 有时候不急跟过度都不是好事 不急跟过度都不是好事 你要操作口罩鼓来找任何院 我带你做 现在重点是这支啦 这支啦 每年五月涨到八月的股票 这支晶圆店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我没有盖啦 这支你们都不知道 每年五月涨到八月第一波 去年五月到八月五十一趴 第二波十月涨到一月 去年十月到一月七十七趴 现在即将进入旺季 我说一周啦 我已经讲了一个礼拜了 我已经说一周啦 要开始噴出去了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 获利也成长五十趴 这支也要开始了 所以现在不是乱买 指数涨了两千两百点 你应该买什么 用囤积基优股的策略 买股价涨幅落后 获利创新高的 囤积基优股五八八 我来赤底部的股票 一支一支五十趴五十趴 我们到底哪谈 王总福电话 祝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